OMG 你甚至旁邊都沒有醉油 而且你看它這邊是凹下去的 所以穿起來就會很好看 我當一棵樹 OMG Sexy 我覺得我穿起來有一點sportive 然後來 我們來踢足球吧 哪裡會穿這樣踢足球 你還違規戴球 是 阿菜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換衣服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我的能耐 但是呢 你們看我 也看很久了 今天我就請到一位我身邊的朋友 我這個身材不得了 就是我們的巧巧兒 OMG 是怎樣 是不是還可以嗎 我看他的IG 每次的照片呢 會很驚嘆說天啊 這個人的身材怎麼這麼的驚人 平時其實我沒有穿這麼的性感 但是如果一去外面 我就會想要穿的辣一點 拍一些比較可以網美出的照片 我覺得你都做得很好耶 像我 就是一個流浪漢 確實 但是我應該要跟他好好學習 所以今天 反而是 他要來教我們一下這個衣服 怎麼樣打扮自己 剛好 我的助理 說 欸菜你有包裹拿上來 我一看 蛤 是我前助理寄來的 嗯 就一堆衣服 大家看起來 來我先拿喔 這個衣服看起來其實蠻正常的 對啊 看起來很可愛耶 我下一秒就覺得他一定很母湯 然後他說 嗯還好啦 我覺得你喔 開台的時候可以換一下 然後是長這樣 好辣喔 欸這件 今天跟我那個有點像 然後這個是怎麼回事 喔這個不能穿內褲 這不能穿內褲 所以 本來今天呢 我要穿他的衣服 但是 因為他來了 一定要秀一下身材 今天就讓喬喬 來秀一下 我平常 他們會給我什麼東西 馬上開始 好 我們先來猜一下衣服 我想要看那個自己剛剛有是不穿 不能穿內褲那一件 這一件 你平常也都不穿內褲嗎 我平常會穿 因為我覺得 內褲是我的禁服 它是兩件耶 欸 這什麼意思 天鵝的感覺嗎 非常 姐妹套你穿這個 然後我們這樣子 但是 但是我這樣會全裸啦 好 這一件先放旁邊 好 你再開一件 那黑的好了 黑的好像是最令人期待的對不對 欸我覺得這些衣服 為什麼那麼多洞啊 他還是想要提示我就是我腦子有洞 玩啦 玩啦 全部不會穿啊 就是 就是要穿頭是不是 欸 黑色好難喔 來 下一件 藍的 藍的應該就滿簡單的 喔這件 這件 容易啊 這件平常就是外面逛街 然後就是倒個垃圾都可以穿吧 我也覺得 紫色 這件我覺得也可以 可是它這個 這個紫色可能會顯得皮膚比較黑 但是 這是 主菜用的圍裙嗎 欸 我的天啊 懂 這件好像也可以 這件好像沒什麼難度 來問姊姊好了 欸姊姊長得非常漂亮 我問姊姊好了 我們應該先穿哪一件 我覺得第一件 黃色那一件吧 然後你穿袖套 然後我穿袖套 你穿動動 我等一下就只有袖套出來 我全身是裸的 我就秀套出來 啊我們這集還要播嗎 我們自己看就好 好來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換衣服 好 我現在很害羞 因為 我覺得這件衣服超級厲害 第一件就太這麼口味重 來我們歡迎 巧巧兒 Oh my God 天啊 但這件一定要胸貼啦 所以我們有貼一下 但是完全是沒有New Bra的 Oh my God 好害羞其實 很沒安全感 就是感覺有點赤裸 你覺得我前助理怎麼樣 給你們感情不好耶 它跟觀眾感情比較好 對 這件衣服不是每個人都能穿 我一定要 第一個很瘦 因為它其實很貼 你甚至旁邊都沒有最後 而且你看它這邊是凹下去的 所以穿起來就會很好看 這真的不能穿內褲 你知道嗎 他剛剛叫我把內褲脫掉的時候 我真的很緊張 因為這件衣服也很透 然後第二個點 這件衣服其實胸部不能太大 像我差不多OK 它這個就是巨大 所以巨大的旁邊就會 有一點沒有安全感 各位給這件衣服幾分 用在什麼場合 刀垃圾 刀垃圾 刀垃圾10分 100嗎 不其實很像菜場冬坡肉 沒有 不要擠出來 不要擠出來 我覺得你的襪子很不搭耶 可能會有點害羞 就更沒安全感嗎 對 更沒安全感 Oh my God 那你現在可以擺出拍照的姿勢嗎 現在要拍那種 你平常拍那很漂亮的照片 我當一棵樹 我當一棵樹 Oh my God Oh my God Sexy 可以了 可以可以了 那我們要看這個叫下一件衣服嗎 你去換這件衣服的時候 我來穿你這件衣服 想看 東坡肉 我可能會真的有一點點 好 Let's go 我好了喔 可是我穿起來剛剛有截然不同的味道 什麼味道 豬肉的味道 好來囉 哈囉 有沒有 沒有 陽光沙灘女子 欸 你為什麼不講話啊 你覺得怎麼樣 還行啦 你覺得有豬肉感嗎 看一下 好 我們來評分 現在馬上就要把我評分了 你有意思嗎 100分 姐姐講 你好歐美 就是我穿起來會偏向歐美風 不是 我覺得我穿起來有性感嗎 我穿起來沒有性感 我覺得我穿起來有一點sportive 然後來 我們來踢足球吧 你還會穿這樣踢足球 你還違規戴球 沒有 好 喬喬可以了吧 好 這件其實也很辣 這件超辣 但這件衣服感覺你家也會有啊 對 好像也是 因為是男伴球的感覺 還可以嗎 妳穿起來都跟那個照片很像 還原度非常高 妳剛剛穿的這件衣服 然後我穿的話妳講一下 我覺得妳真的是很歐美的感覺 因為其實就是很健康 然後我不會覺得說還原度不高 因為我覺得本來就是應該穿成像這樣子 可是我穿不出來就是照片裡面那種就是 我覺得他們那邊就比較偏比較sexy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妳這樣子還是正確的風格 快點誰會像這樣出門 我啊 倒垃圾我可以嗎這件 我覺得可以 這件倒垃圾 這件有點想想耶 這樣看很奇妙 來講解一下這件衣服大家的評分 10加1 12分 那我呢 100分 我100分為什麼 因為妳是我老闆 對我剛才想這麼講說老闆嘛 答幾分 請在下面留 我覺得我們兩個穿的 同一件衣服穿出來有什麼感覺 在下面留 這樣我們才能更知道我們下次要做什麼東西 Let's go 我覺得我跟喬喬好像又有幾點不同 OK 來囉 3號做美酒了 欸你幹嘛 還想偷懶啊 媽媽桑 我覺得這件衣服 我穿出來感覺跟喬喬又是 還蠻大的不同的感覺 我不知道是不同在哪裡 可是 身材吧 姐姐覺得呢 我覺得比較性感 更性感 更性感嗎 對 妳不覺得她穿起來比較性感嗎 還是因為我有氣勢 我這邊已經露到該B了喔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我這邊有一顆痣喔 好來我們歡迎喬喬 這件就是妳平常會家裡會有的衣服啊 平常家裡面大家都會穿的衣服吧 對啊 我覺得這件唯一我覺得 我不會穿的事情是因為它太強 因為我腿比較短 所以我會選擇短一點的裙子 我覺得很快 對我們把它折一下好不好 我覺得還要再短一點 我覺得太短了喔 可能到這邊 所以這樣子就會比較像是 妳會穿的衣服 對我會穿的衣服 然後再拉下來一點 但是我可以明白這件衣服 為什麼它要做就是裙子比較長 它可能希望就是它再有一點氣質感 然後穿著一個拖鞋 就是拖鞋還要帶小燈 對然後拿個小肺包 然後帶個墨鏡 就要去101逛街了 好那妳現在看我 我覺得這件衣服其實是妳的衣服 因為我剛剛在裡面看 我就覺得它其實真的穿起來很有氣勢 穿起來沒有要做沒救了 我去陪 我去陪 顏色和不管怎麼樣都很搭它的皮 幾個場合可以去 春酒 春酒啊或者是慶功啊 比較需要慶祝 跨年 跨年會冷啊 我就是要穿這樣 我跨年才有別人脫外套給我穿啊 你懂不懂啊你 就是 那妳覺得妳身上這件衣服 這件連我姐都可以駕馭吧 導臨也可以 其實應該算是蠻多人都可以駕馭的老實說 因為即使妳的胸部沒有那麼大 唯一的一點就是說它太貼身了 對就是妳要很瘦 好啦最後一件 這件我覺得穿起來就是很適合去走那個星光啊 或是走一些就是長的 沒有很適合廚房 很適合廚房 欸那個 有欸 等一下我煮個那個什麼給妳吃喔 欸有欸有欸有欸 我以為要去煮飯嗎 這件一定要穿高跟鞋吧 不然真的很適合廚房 OK我們來換一件 剛剛因為我們最後那兩套衣服 我們覺得太正常了 所以呢 喬喬也有帶衣服來 然後它就要讓我挑戰COSPLAY 哆啦A夢 什麼哆啦A夢 我看起來打像哆啦A夢啊 我應該怎麼樣 我不會擺這個姿勢 你們為什麼全部傻眼 妳這個要跪在上面 然後要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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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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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喬喬喬 然後還有這樣子 然後還有 對 還有這樣子 有麻煩 有有有 有嗎 有嗎 我做得好嗎 各位 下次開來就穿這樣 我怕我觀眾會不會全部推定 我的人設可能出不太來 譬如說要罵的人就罵不出來 好啊 請給分 9分 9分 超過滿分 真的啊 因為你之前沒穿過 20分 20分 你也喜歡 我想知道各位評審們 就是我們的分數滿分是10分 完全沒有意義 來 瞧瞧 10加了 超過你的滿分 那我還是輸啊 對 好吧 那觀眾幫我評分 因為我畢竟挑戰自我 而且它有時候很誇張的那個Cosplay衣服 我覺得有時候Cosplay就是要有一些 比較不符合常理 因為它反而就是二次元的 當然當然 那些衣服都是怎麼來的 這個是日本的那個某一家 Cosplay專門在做這個設計 OK 但是你出席活動那些呢 那個是廠商做的 所以你覺得 我現在想像你說我穿過Cosplay的衣服 你覺得我是有辦法穿Cosplay衣服的人嗎 有 我你屁事啊 看你要穿哪類型 看你詮釋的角色是什麼 你說真的很二次元的話 可能就比較不適合我這個歐美人 我覺得你可能詮釋的是沒辦法 不是那種完全的身材很好的 你可能是可以詮釋那種神韻很好的 氣勢很強大的女王形態的人 就還是就是女戰神啊 女巫女神之類的 因為你真的是很二次元耶 你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你沒有看過更厲害的 你是說你姐嗎 我姐是啊 不會拍到那個 她的腰 你看我的手 你懂嗎 她這個是很小 不要說小腹 好 那我們今天算大成功嗎 是 來小的跟我們講 最近有什麼活動 沒有活動 有什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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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活動